這有點懸,等一下我們看就知道 schema它是一個第一樣板的東西 可是它本身呢,自己就是SML 那所以照趨勢來看呢 大家都未來都會用schema來做,不會用DDD 可是問題是DDD已經用了很多年了 那所以DDD仍然會在 所以我們這兩樣東西,結論是都要會了 這個結論是都,不能說會了,都應該要知道 那這兩個技術裡面還有一些 常用在很多很多地方的一些 等於是小常識 那你可以也要知道,它不見得只用在這裡 用在很多地方的小常識 所以DDD跟schema這兩個是同一個類型的技術 所以我們要把這兩個技術介紹一下 Welfarm不夠,這個我們已經講過 Welfarm的話只是最基本的那五個語法 那五個限制,所以不夠 所以我們驗證的時候呢,就要做validation 我們到驗證的時候呢,就必須要看 這個文件是不是符合DDD 因為我們兩個都是標準的嘛 標準,或是我們這兩個公司之間 我們定義的這兩個必須要符合 所以我們到底是符合,所以叫做驗證 那DDD的話呢,它基本上是用的 EBAF的Grammar EBAF 我現在不談它好了 所有的語言都會用這個來定義的 那這個 那他們兩個比較 那DDD它不能夠保證這個element的內容 但是schema呢,可以 ensure properelement content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 DDD它不能 不能夠驗證資料型態 schema裡面 schema是比較新的技術 它把資料型態 裡面的資料 是整數 是 是什麼數 是自竄 什麼樣的自竄 它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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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出來 我們現在就是做什麼 定義樣板 定義樣板就是描述樣板的能力 描述這個樣板 是什麼樣的 它不是 它不是 樣板是 你描述那個內容 樣板的話 你描述那個內容的能力 描述那個文件的能力 那有 基本上可以看出來 schema描述那個文件的能力 很像比較強一點 因為它比較厚出來 DDD是描述那個 文件的那個 長什麼樣子的能力 是比較差一點 那怎麼樣描述呢 那我們等一下就看 看到內容就知道 它怎麼樣描述 那DDD是 定義這個文件的 Beauty Block 這個SML文件的 然後呢 它 通常是宣告在 它可以宣告在 內部或外部 我們剛剛看到的 一個例子是 跟SML擺在一起 它也可以變成一個 獨立的文件 點DDD 自己當作一個 都可以 沒有電了是不是 你電沒有看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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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